结婚,与出生,成年,死亡,共同组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四大节点,但它又与其他三个阶段,有着明显的区别,因为这是一个人,开启自己的新家庭生活的开始,古代的中国婚姻,历来讲究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很多夫妻在揭开盖头那一刻,才第一次看到,那个即将和自己过一辈子的人,长得什么样子,民国时期,由于大量西方文化的涌入, 很多地方开始出现新式婚礼,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结婚形式,1947年正值民国新运时期,全社会上下,都在去除旧习推崇新式,很多大城市的知识分子,早已实现了恋爱自由,婚姻自由,但在偏远的小县城内,人们被禁锢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,还很难完全摒弃,虽然在社会提倡下举行新式婚礼,但却没有实现自由, 大部分依然是包办婚姻。新式婚礼从服装、形式上,大量吸收了新式婚礼,也保留了传统婚礼的部分流程,例如订婚,在男女双方父母同意后,两家会互换有固定格式的订婚贴,其中包括时间、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、订婚人,以及介绍人等内容。 订婚完毕后,由男方指定结婚日期,并以书信的行事,告知女方家人,征得对方的同意,女方同意后,要以书信的行事回帖,然后男方家就开始准备具体的婚礼事宜,通知亲朋好友,结婚地点一般就定在自己家,但也有选择在教堂或者大酒楼的。 新式婚礼中男方前来迎亲时,不能再是传统的花轿,而是采用马车或者汽车,乐队也必须有,大户人家会给乐队配备统一的服装,和新郎一同前来的,还有三个重要的人,介绍人,私仪仁,旧仪仁,其中旧仪仁的作用,是监督所有宾客的行为举止是否得当,如果不合规,就要上前制止或告知纠正。 民国时期的民法亲属编中,虽然规定了结婚年龄,男未满18岁,女未满16岁不准结婚,但这样的规定,在民间并没有很好的执行起来。 很多包办婚姻中,新郎和新娘远远小于法定年龄,突围前来迎亲的新郎与新娘,在女方家合影,从相貌和个头来看,两人很可能都是未成年,并且双方都没有对婚礼表现出应有的快乐,男孩一脸严肃。 女孩满面愁容,一看就是包办婚姻,不是自由恋爱。 新郎,新娘,正婚人,主婚人全部就位后,包括在场来宾在内的所有人,需要全体起立,向孙中山一项鞠躬,随后正婚人宣读正婚书。 正婚人在读完正婚书后,会分别询问一对新人,是否同意这桩婚姻。 新郎新娘如果同意,要鞠躬示意,这是从西式婚礼中,神父向新人询问,无论对方贫穷或者富有,的形式中,一直过来并经过稍加变化而来的。 在新郎新娘都同意与对方组成家庭后,需要在征婚书上,签字或者按手印,同时介绍人,正婚人,主婚人,都需要签字,类似于现在结婚症,被打上纲印,随后伴随着乐队的演奏,一对新人面向而战,向对方三鞠躬,并且要交换信物,类似于西式婚礼中的交换戒指。 正婚人,介绍人退场后,新郎新娘要向来宾鞠躬致谢,随后便是宴请来宾,向所有客人一一敬酒,这延续了传统婚礼的形式,但在菜品上有的家庭会增加西餐。 一场新式婚礼下来,会花费很多,真正能承担起的家庭并不多,因此能省的地方就省一点,从照片上可以看出,给宾客们准备的酒席上,只有简单的几个菜,大家走走行事,喝完新娘敬的酒,就可以离席了。 传统婚礼中的送新人入洞房、闹洞房等形式,在新式婚礼中被全部取消,因此一对新人,在送走所有来宾后,整个婚礼就算结束了。 新式婚礼在民国期间,并不被所有人接纳,人们往往觉得,从热闹非凡的传统婚礼,突然转变为严肃,简单的形式,失去了半喜事原本有的滋味。 历史趣闻,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。